大家好 我是练的不好 但是今天远比昨天亮的好的建筑师刘诺诺 今天的视频目标是 在2019年设下的日子里 你可以很从人地获得你自己想要的 身材 现在已经是2019年3月份了 虽然算不上是年初 但是呢 毕竟也是刚刚农历年过去 夏天来临之前 这个时间 肯定有很多的姑娘 有开始新潮澎湃的 开始新轮的 训练计划 手伸计划 训练手伸计划 所以我掐指一算 仿佛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时间 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在过去两年追求更好的身材 这条道路上 曾经犯过的五个致命错误 我第一次接触健身是在2015年 当时看到YouTube上有一个频道 里面有一个穿黄色衣服的动画男人 在做核心腹肌训练 在我生命的前25年 我对体型一直没有什么要求 和绝大多数姑娘一样 非常执着的追求 一定要变得更瘦 虽然当时我根本就算不上胖 两年前我进行过一次 非常非常认真的剪职 当时每天早上起来 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体重称 那个时候我认为 减肥或者是减脂 就等同于你的体重 一天比一天要小 但现实中的减脂 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事实上体重非常容易受到 你前一天吃的食物的影响 你吃了什么东西 咸不咸 辣不辣 喝了多少水 然而那个时候 我对这些都是不知道的 体重称 完美地预测了我一整天的心情 只要体重称上的数字 比昨天要小 我就心花弩放 如果体重称上的数字 跟昨天一致 或可怜 如果体重称上的数字 比昨天还要再大一点 我就 甚至于后期我在睡觉之前 都开始变得比较焦虑了 甚至不想要睡觉 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早上 我又要开始上称了 咱们抛开体重称上的数字 不可能每一天 都要比前一天要小 这件事而言 更重要的是 体重称上的数字 是完全无法 同量一个人的身材的 与其每天定认体重称 被这些没有意义的数字 左右心情 那就还不如换一个方式 比如说拍照 比如说记录自己的身体维度 我的建议也是 每周在固定的日子 测量一次期的维度拍次照 维度就包括了你的 胸围 腰围 大腿围 手臂围 然后可以将这些照片 和维度两周进行一次对比 维度和照片上的变化 才是我们自己在镜子中 看到的那个自己 也是别人直观 看到我们的感受 而且身材的变化 并不发生在昨天 和今天这么短的时间之间 姜文老师说 子弹还要飞一会儿 所以你也得给自己一点时间 2019年 不要再为体重称绑架 当别人看到 你漫妙的身材的时候 是不会在你的体重称上 开始运动健身 就和小时候刚开始也差不多 总是会希望 自己在一开始 就准备好一切 然后按部就班 不出任何差子 以至于这个开始 就变得非常的难 比如 我目前是这么计划的 一周 举点四次 跑步三次 瑜伽两次 但是我这周要出差一天 这样就打破计划了呀 嗯嗯嗯 我下周再开始 不能一上来就打破计划 再比如 听说事业很重要 诶 那我就可以开始自己做饭啊 我可以头一天晚上 做第二天的饭 然后再带到公司 完美 但是公司没有微博录 那这样的话 整体效果是不是也不好啊 那算了算算 等我找的附近有 比较好的健康餐 我再开始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年复一年 你永远都准备不好 上学的时候比较容易准备好 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上学是你人生中 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家长呢也并不会给你安排 加班 出差 订酬等任务 然而长大就不一样了 运动健身会变成 你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它跟其他部分是一样的 你都是可以进行灵活变通的 比如说 如果肩膀干净的话 那就从每一天 至少吃一次健康餐开始 如果一周无法完成 四次力量 三次跑步 两次瑜伽的话 可以从每周两次力量开始 甚至于你可以从家庭训练开始啊 进步这件事 是并不需要ABC DFG 全部同时都配合的非常好的时候 才会发生的 在自己平时的生活中 只要做出改变 即使这个改变并不是天翻地覆的 也可以看到积极的效果 2019年不要等 准备好了再开始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完全准备好 这可能是我浪费了最多时间和精力 结果却毫无收获的事情了 我曾经是这么讲的 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 那么适合每个人的运动方式和计划 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人生这么宝贵 我一定要选择一份最完美的训练计划 我可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乱七八糟的计划上 好 逻辑非常清晰 在开始之前 我只需要找到那一份最完美的计划 就可以了 朋友们 多大岁数了 世界上是不需要再完美这件事的 无论是完美情人 完美工作 还是完美计划 但是呢 世界上有适合这件事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去选择 更适合你的计划 比如如果你非常注重臀部的发展 你就可以着重找那些 侧重于臀部发展的计划 如果你更想要减职 那就可以看看HIT的训练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份对你来说 最有效的计划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了 并不存在独一无二 只为一个人存在的完美计划 也许在不远的未来 机器人的程序 可以扫描你的身体之后 可以出一份非常适合你的完美计划 但是在那之前 找到近期最适合你的那一份计划 也许你会在两个计划中纠结 不知道如何选择 没关系 你可以给每个计划 多几次尝试的机会 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反应来判断 自己对哪个计划的反应更好 也许你会发现 这两个计划中 都有适合自己的部分 那就结合起来 形成属于你的 最适合你的计划 2019年不要再寻找完美的计划了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 我并不是那种 会对自己非常苛责的人 但是我见到过很多 只因为一顿饭没有吃到位 或者是错过了一次训练 就对自己非常的内疚 自责甚至是暴怒的姑娘 虽然变美这件事 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同样重要 如果你的情绪 会经常因为运动和健身 变得焦躁不安 那么在我看来 运动和健身 已经毫无意义了 运动和健身 是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一种 三个月的集训 或者是军训 偶尔任性一下 懒惰一下 都是可以的 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在脱懒之后 回归健康的生活方式 只有像是上课 偶尔发个呆 跟男朋友突然撒个娇一样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人呢是可以犯错的 也要学会接受自己犯错 我想要的是 在未来20年 都可以拥有20岁一般的身材 并不想由于军训般的心态 葬送自己对于 运动健身的热情 2019年 希望你可以接受自己 偶尔想要偷懒 过分克服自己 并不会让你变得更好 我必须承认 直到半年前 当身体经常会 吱吱吱吱 想呀疼呀的时候 训练后 紧张的肌肉 和大爷的生活习惯 长时间剪视频 经常这儿疼那儿疼的 以至于出门在外 小腰板必须刻意使劲 才能听起来 但是没两分钟 就又累了 I'm so tired of me 这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 那就是不拉伸不放松呀 整个身体都要紧成一个团了 所以无论是从身体的功能性 舒适性 还是美观上来说 每天抽两分钟 进行拉伸和放松是非常必要的 本来健身运动是一件好事 但是咱别为了省那两分钟 最后反倒把自己给搞坏了 即使你是完全不运动的姑娘 也要注意日常的拉伸和放松 只要存在身体不适 肌肉酸痛 浑身僵硬的情况 那就是你需要拉伸和放松的紧跟 不要拉 而且当你的身体越来越僵硬的时候 你训练的效果也会大大折扣 2019年 在奔向小蛮腰和蜜桃臀的路上 不要忘记拉伸和放松 以免在拥有蜜桃臀之前 先变成小老太太 无论你是18岁以下的小女孩 还是18岁以上的少女 都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 毕竟当一个女孩 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你已经做得很棒了